马航MH-17班机不幸被飞弹击中并且坠毁 机上298人全数罹难 消息过了半个月 不止后续的责任归属 造成了美俄两国的冲突加深 而国际的民航法又如何来判定损失 理赔金额的差距为何会落在100万美元呢 还有哪一些法律规定民众最好要事先来知道 等于新闻的特别报导 请到了南加州专业的律师郑博人 请他来说明 浓浓的黑烟满地破碎的残骸 298人罹难 80具遗体至今人下落不明 回顾马航MH-17坠机意外 乌克兰政府军与秦俄叛军都没人敢承认 是谁指使飞弹发射 而更糟糕的是 国际民航法上的理赔金额 落差将近100万美元 如果是最后认定是恐怖分子 他最多最多可以付的是13万6千块 那如果是航空公司做事的话 他们一般买的保险是120万美金以上 那还有呢 你要看说你是在哪里高 在美国的话没有限制你 不只赔偿金额落差大 如何界定航空公司责任归属 以及乘客权益 各国民航法规定更是大不同 简单的说 还是以美国规定最全面 国际法的话 关于这个 这种飞机的这种法律 还蛮蛮少的 不是很认定的 像特别像中国 中国就没有这个法律 所以 那如果我们今天 你是当原告人 你最想告的 我可以讲 美国是最好告的地方 除了各国民航法规定不同外 郑伯仁律师表示 官司诉讼的时间长短 差距也很大 提醒民众注意 民航法上的重要规定 郑伯仁律师希望 所有美国华人规划国外旅游 不只能获得最大程度的 法律保障 还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 快快乐乐的回家 多人新闻用至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